瘟疫及灾难时杀生食肉及众生共业造成 实全素加念佛送大悲咒可免灾 瘟疫光大师是大师至菩萨的化身 如何避免瘟疫 看看瘟疫光大师怎样说 一瘟疫乃众生共业 瘟疫和流行病乃是众生的共恶业所感召而来的 这个时候我们应警警并共同戒杀生 虔诚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茫茫大苦海 观音未救苦之人 倘若每个人都能够恳切至诚实送圣号 天地亦当亦为日月亦当导航 有感必通 一定会有大笑宴 但是我们念佛也好 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好 念的时候一定要恳切至诚 要多念 若是心不在焉 泛泛念个一两句 就想得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是不可能的 二 戒杀放生者 不遇瘟疫 一个人若无杀业 即使遇到贼寇 贼寇也会对他生出善心 不会对他进行杀戮 更何况是瘟疫 水火这些灾难横事呢 戒杀放生的人绝少会遇到 有人说世界上贫穷患难的人多的是 有钱 应该去帮助这些人 为什么要去救本该被人吃的动物 这是因为很多人不明白戒杀放生的原因 贫穷的人我们也要随分随利地周际 但他们虽然可怜 却还不至于面临死亡 而动物如果不去救的话 马上就会被烹煮杀戮 人和动物虽然不同 但佛性是一样的 他们这一世沦为了动物 我们有幸得到了人生 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人类 可以任意吃掉他们 一旦他们的罪业受完 我们的福报享尽时 难免会从头偿还 将来也会被他们吃掉 要知道 战争 瘟疫等这些大劫难 都是人类素质的杀业所感召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 爱护众生原本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 三 凡念佛处 亦不入境 凡念佛处亦不入境 念弥陀 不独妖精有念 刚于村中即进村宣告 无论老幼男女 通街吃素 念男无阿弥陀佛 大家个人在个人家里 一路做事一路念 于行住坐卧中常念 决定可以不遭瘟疫 前年各处虎役甚聚 陕西城城县四前镇附近 死数百人 一地子村中有五六十家人皆另念 只死两个坏人 于君无恙 甘肃甘谷和弘吉居士提倡念佛 凡念佛处亦不入境 宣化上人 一切瘟疫流行灾难是由何而来 一 瘟疫流行灾难是由吃肉造成的 现在的虚空里 充满了种种毒气 我们已知道原子弹 氢气弹等是最危险厉害的武器 但由每个人口里所放出的毒 更是比什么毒都厉害 所以这世界一天比一天坏 因为受了毒气的熏染 每天醉生梦死 吃喝调 赌骨 横 崩 拐 骗 偷 无一不经 这种情形实在是太危险了 所以若想把世界消毒 该怎么办 就要大家一起吃斋 不吃肉 能吃斋 毒就会 日日减少 若要把这世界真正消毒 就要大家吃素 不吃肉 因为众生肉都有毒 这种毒质是很微细微细 当你吃时不会觉察 但慢慢的就中了这种毒质 而且这种毒质特别厉害 没有什么药品可以解 因为其中的冤业太深 所以古人说 千百年来碗里耕 冤身似海恨难平 欲知世上刀兵节 是听吐门夜半生 从千百年以来 我们所吃的一碗耕肉汤 看上去只是一碗汤 可是其中的渊愁犹如海一般深 要知道世上人与人战 家与家战 国与国战 星球与星球战 互相征战 都是由吃肉所造成的 所有一切刀兵水火瘟疫流行灾难 皆是由吃肉所造成的 你若想了解其中的道理 只要在半夜去土场听一听 杀猪有猪哭 杀牛有牛哭 杀羊有羊哭 总之杀什么就什么在哭 驼闷在哭就是在放毒呢 放一股毒气 一边哭一边说 好 你现在杀了我 我将来也要杀你 我们两人绝没完没了 你杀我 我就要杀你 你吃我 我就要吃你 所以形成种种冤毒 冲涩在虚空中 因为虚空弥漫着 一片冤毒气 才造成种种灾难或患 若人人都吃斋 这些冤孽就会平息 则化干戈为玉帛 化暴力为祥和 树基能挽回末节之将临 1982年9月19日开始 三 智诚念诵大悲咒 可以除瘟疫病 我们要诚心的持送大悲咒 与愣言咒 大悲咒能治一切病 所谓大悲大咒通地天 你念大悲咒 天堂那儿也有记录 地狱那儿也有记录 念得越多越有灵感 可是要持之以恒 不要今日莲花 明天牡丹不能专一 你若专一 所谓专一则零 分歧则壁 记得我在东北的时候 有一个村子叫旅家游房 日本投降后有个瘟疫症 一天就死几十口人 十天就死几百口人 有一户家庭十一口人 在三天内死了十三个人 十一口人怎么会死了十三个呢 因为他有个亲戚 又有个朋友 是来探病的 想不到一到这个地方 也就跟着死了 这是很严重的瘟疫症 当时我带了四个十一 二岁的小童子 在这条村四周围 送了108遍大悲咒 这条村的瘟疫症 也就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瘟疫症就断了 由这个 我就知道送大悲咒的感应 是不可思议的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请按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谢谢